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害怕牌固态移动硬盘 具体型号不详 因为这个盘我刚拿到的时候 就是这样不带外壳的 之前有网友跟我说这是抖音牌吧 把屏幕倒转一下 那就是HP了吗 整体上看这个盘做工还是蛮良心的 颗粒用的是百围的白片 而且也带了独立的缓存 以及一个JMS583 NV协议转USB的桥接芯片 这个主控我记得好像就生产了这一代 后续生产的都是2320方案了 虽然我不知道它当时的价格 但看着一个做工用料一定很贵就对了 硬盘上机其实还是有反应的 不过它出现的是一个未初始化的状态 硬盘是要做资料回复的 刚才我也把这些孔全部都插了一遍 它就是无法进到工厂模式 而且各种组合我都尝试了 这种状态非常像是只有硬盘和 没有接硬盘时候的连机情况一模一样 所以我有点怀疑是不是它原来的主控出问题了 但我并不急着去干这个主控 万一主控的供电或者金振也有问题 还是一样会导致无法识别到的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先来测量一遍吧 电源芯片在左下角就是黑色的小点 我们直接来测量旁边的电感输出就好了 现在这一个电流是0.175 咱们来量一下这一个供电 这里衣服应该是给这一个桥接的 3.3也正常 这个1.2应该是颗粒核心 这边0.9是给主控的 1.36应该是缓存的 那我们现在继续测量一下这边的金振 这里一共有两个 先随便量一个吧 第一个看起来是OK的 第二个好像没啥反应 这个波形看起来也不太正常啊 刚才我又非常仔细的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这一个金振 它恰好是通向这个主控的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金振坏了 我觉得是有的 毕竟它是一块移动硬盘嘛 而且这两个金振上面标的都是25兆 只是体积大小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一通电 它们每秒就要来回震动2500万次 非常的猛 但是靠近主控的这个金振 刚才的波形明显是要比通向桥接器这个要高的 如果主控没有接收到来自它的2500万次震动 或者是接收到的频率不对 这时候不做出任何反馈的动作 也是很正常的嘛 移动硬盘 顾名思义要移动 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磕碰到了 令它产生了共振 那确实是会有可能出现故障的 这一个推断合情合理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震动给它修好 主控就会有反馈了呢 咱们来试一下 先从这一块料板上插一个金子做的金振 然后我们给它替换上来 现在我们再给它重新通电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电流直接冲上0.3了 我感觉这个才是它正常的工作电流 有的网友可能会有疑问了 刚才明明只有0.18的 为什么这个金振一换完 电流也跟着一起上来了 很简单啊 我不知道大家都物理学的怎么样 因为金振工作的时候 它产生的震动 同时会给这一个主控进行做工 主控一激动嘛 那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了 那能量从哪里来呢 当然是电流啊 其实我修了这么久硬盘 坏金振的 完全可以说是小概率事件 可能100个里面都不一定能遇到一个 虽然大家在视频上看我操作的这么快 其实我也是偷偷反复的缺乱了好几次 才最终下这一个定论的 金振换完 硬盘也非常轻松的识别出来了 原来这个盘的型号叫做HPP700 我发现今天的视频还是有点短 那没关系 我们继续来看一个不知道从哪里猜出来的三星硬盘 这种挂满黑胶的想都不用想了 肯定是不好修的 刚才我也上期测试过 它目前是没有任何状态的 一开始同行那边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它短接了后面这两个孔也是进不了工厂模式的 当时我还以为它的镊子可能有问题 结果到手以后好像真的是那么回事 另外它也并不是那种完全不上电的状态 这个电流看起来应该都能正常工作了 为了防止误判 我决定先用一坨锡 把这两个短接点连接起来 短接这边我已经给它搞好了 我们来连机看一下 确实是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这一块盘的上电电流倒是变成了正常的短接电流 所以这一个问题大概率可能会出现在主控上面 情况轻微的可能就是主控空汗了 严重一点嘛就是主控挂了 因为这一个硬盘都挂满了黑胶 这里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可以看到一层像黑丝一样的东西 这一个就是黑胶 而且就算测量出有问题 我这一栋风枪周围肯定会暴溪的 到时候还是一样要刮黑胶的 所以还不如直接来一个移步到位 先把它原来的主控给它拆了 现在我又找来了一个全新的料板 咱们把这个主控给它装上去单独测试一下 这时候不该省的就不要省了 目前只有这一个主控在这上面 咱们来检查一下 好的 主控已经成功识别出来了 现在基本确认它这个主控是没啥问题了 那为什么它原来的盘就是不识别的一个主控呢 我猜还是因为黑胶以及发热两种原因共同导致的 毕竟热胀冷缩嘛 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 它们可能就直接脱汗了 这个就不要问为什么了 如果没有坏的话 那也不需要进行资料恢复嘛 当然其中肯定也会有大部分钉子户 如果电脑没有坏的情况下 也不会去主动换新的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良性循环 利好各大产业链 当然这一个并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颗粒重新安装到这个料板上 我感觉有90%的概率可以好 如果按照以往的剧情来发展 一般到这一个界面也就意味着轻松秒杀了 不过今天可能要令大家失望了 因为这一个盘 它不仅是主控空汗 而且还是掉固件的 目前联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如果我们这样直接给它短接上的话 那它是可以识别到一个固件模式的 假设之前短接可以识别到 我肯定是不会去动这一个板子的 它还给我留了一手 同时这也证明 就算大夫给你报手术的成功率有90% 那同时也是会有10%的概率翻车的嘛 这一个盘又要亏料板了